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再度的跌破低点 一开盘走势就不怎么样 现在是一个融资的恐慌 就是信用交易 你看这里就知道 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市 昨天没有跌 这几天虽然是反弹的压力很大 都有上引线 可是它没有再破低 是不是 我先给你看这个 它没有破低 它没有破低 不是只有科技股没有破低 传统材类股也没有破低 它没有破低 为什么要讲没有破低 就是说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 要直接开低 一定是碰到国际股市的大跌 对不对 正常是这样 但是也不是说一定 我说正常是这样 这个也没有破低 这个最早开盘的也没破低 这个应该说直接开低 它是直接开低再上去的 它是开低 我给各位看一下股票就好 像这些档股票 昨天收盘49 4.5 直接开低 是不是直接开低 这最大全值 直接开低 第二大全值今天除息 它也直接开低 731就是开低 参考价734开低 第三大全值 有开高一点点 但是没有很高 还有这昨天除息的 昨天除息跌下来的连电 今天也开低 你了解我意思吗 表示说今天 今天它是延续昨天的下跌 今天是盘势是延续昨天的下跌 它不会管昨天美国股市的反弹 或者是昨天台北股市指数期货的月盘 它是涨的 它不管这些 就是今天还要再打一次就对了 你会觉得说今天跌下来 是不是外资又卖了很多 外资昨天是卖了不少了 昨天就已经卖不少了 因为美国股市开始反弹了 也没有大涨 所以外资今天就不会卖很多了 按照规定来讲 昨天有卖就可以了 今天就不会卖很多 那你说投信呢 投信你其实也不用研究它的买卖超 投信基本上不太会买卖超 它都是换股票的 换来换去 它会换来换去 例如说我昨天不是在推特过人讲说 投信最近都在买这档 你看这档是不是跌 它是一直跌 那买不一定会涨 因为有人的力量比它更强大 它今天还是买 你了解我意思吗 今天还是买 明天也会买 那为什么要一直买阳明 因为它要买来除息 我不是在Telegram有讲说 因为有一档股票叫高股息 它把五档成分股那进去 要准备除息 就是准备除息的股票 那它卖阳明去卖长龙 因为它长龙比较多 它把这档股票纳入它的成分股 这档股票本来就成分股 所以它卖了一些这些股票 跟卖其他股票去买这档 可是它卖这档股票 它也会害到这档股票 因为它同样的股票 了解我意思吗 但是投信不会管这些 它就只知道 因为单档股票规定就是要买来除息 因为很多人就是要高股息 就是这档股票 高股息 不是这档 就是有一档高股息的股票 这档 这是这档的成分股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是误会说 我去买一些高股息 005 0056 或是00什么多少 对不对 那个就是年化报酬率多少 然后就会赚钱 错 那是在多头市场会赚钱 在空头市场会赔钱 它配股息给你 你还是会 价差还是会一直掉下来 这个有点类似像除息的概念 所以你不要弄错 你不要以为买那个ETF 它配了每一年 每半年 或是每三个月 或是每一年半年 配给你多少息 配息给你 那你就认为会赚钱 因为那是做生意的手法 因为他以前跟你讲说 年化报酬率 年化报酬率多少 那是以前 那是多头市场会赚钱 空头市场会赔钱 给你利息 但是它股票价格跌了 你没有绕到好处 你只会越赔越多而已 要搞清楚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 就是说今天再跌 其实很好 因为大家在 就算今天没有跌 它也不能长太多 它也没办法长太多 那反而造成 大家想象力很多 一直在想说 这里会不会破底 15159 就是去年的5月份 因为已经跑到 快到7年5月份 这个地方来了 对不对 那干脆就 一不做二不休 让它破底好了 因为早上 早上一度跌下来 也还没有跌破 这里还没有跌破 是不是 在15160左右 还没有跌破 15159 反弹上去干脆让它跌破好了 让它跌破 跌破以后就开始反弹 这个是市场的机制 你也不用想那么多 就是这个点会一定要来打卡 就是一定要来 来跟它对称 了解吗 所以今天是刻意性的灌压 那会不会一直跌下去 跌下去 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种可能性 可能性要建立在这里 持续性的崩盘 要它答应 它如果一直跌的话 外资就会一直卖 了解我的意思吗 它如果一直跌 外资就会一直卖 你看日本韩国也都一样 韩国今天也是开高走低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跟韩国都一样 韩国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是开低走低 韩国是直接开高走低 南韩共和只是最近蛮弱的 就是三星电子的关系 三星那一档股票 三星电子三星电机 它有很多档股票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已经超卖了 我拿一些证据给各位看 你比如说 这样好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三次的一个修正 你看你就懂 股票现在是空投市场 因为季线往下走 中空 月线往下走 断空 你要先背起来 现在是空投市场 康陶 去年跟前年是多投 今年是空投 所以不能长期投资 你要先背起来 你反弹你不跑你还是会再跌 这个叫空投 空投到土投要分得清楚 现在就是空投市场 美国也是空投 空投也有反弹 我们来看看 18 18 6 19 应该说今年最高点了 这一波的反弹最高点了 上涨最高点不是反弹 第一波是不是跌了九个礼拜下来 跌到了16 7 64 就是这里 这里总共跌了 大概1800多点 大概10% 10% 就是第一阶段里面 大概修正10% 反弹 这一次跌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在跌 跌了九个礼拜 跌了10% 反弹到这里 17770 就反弹这几个礼拜 再跌 那从这里又跌到这里来 就前一波的低点 这个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15616 这是今年无业的事情 这里跌了2154点 跌了12% 跌7个礼拜 就是我们所谓跌7个礼拜 是从最高点开始算 从最高点这个礼拜算 这里是九个礼拜 这里是七个礼拜 这边跌了12% 10% 这边是10% 这边是12% 那再反弹 这里就印象更深刻了 16811 这速度更快 从这里到这里 1234 现在是第四个礼拜而已 这里是跌了九个礼拜 跌了七个礼拜 那分别都跌10到12% 那这一次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这两个礼拜 加速度 加速度 10% 现在已经跌了1700多点 一样是10% 那没有跌到2000多点 它的指数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当然不用跌那么多就10%了 因为它以前比较多 指数比较多 所以它要跌10%的点数一定比较多 现在不用跌像以前这么多点数 还是10% 你了解我意思吗 10% 12% 10% 所以大概差不多了 那第二个 我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昨天还没有这么情况 我说今天比较明显 第二个就是说 我很少在讲这个 这信用交易 最近都在讲 比如说这一波的信用交易 这个2800多亿 这个高峰 高点 到昨天是2141亿 今天会再降 可能会降到2100以下 这边降幅已经是高达百分之 快25%了 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这两个礼拜加速度 速度非常快 因为假除息的关系 那大盘 大盘跌了大概19% 那农资的信用交易 大概减了25% 所以速度非常快 比大盘跌的速度更快 降的速度更快 这个也是得到了筹码的稳定度 筹码的稳定 了解吗 所以你从这种 不管是跌幅跌点 技术面来看 还有是筹码面来看 都已经达到了跌幅满足点了 那又碰到 又碰到最近 你心目中的好股票 除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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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你講基本面很好 就表示你不賣股票了 你要用後用平了 我很怕你講這句話 因為你跟我講基本面很好 表示說你不想賣股票了 不然你為什麼要跟我講這個 我告訴你這支股票基本面最好 它已經跌七成了 就是從這裡 就是也的意思就是說 這邊的價位是這邊的三折的意思 乘以30% 那會不會再跌到原點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跟你講 它已經跌了七成了 你剛才說基本面很好 我都聽不下去了 不要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因為你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就表示你不想賣股票了 你用那個理由來說服你自己 基本面很好不用賣 股票最終要回到基本面 對啊 回到基本面 可是這張股票以後的基本面在這裡 因為它基本面變不好 你只會說股票最終要回到基本面 那以後的基本面就很爛 你不可以跟我說以前30塊的事情 那是以前的基本面 但是你說股票最終要回到基本面 對啊 它以後的基本面就很爛 你一條話意思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很多人一直想要參加做股票輸錢 一直要除息 說我這個陽明 我最常聽到的就是這個 有些人就講說 我陽明買120塊 那今年除息20塊 今年20塊 那明年再20塊 那後年再20塊 那20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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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20塊就120啦 我就沒有零成本 有夠厲害 數學很好 20乘以6等於120 所以只要除息6年就零成本 那第7年還是20塊 第8年還是20塊 一直都20塊 一直20塊20塊 我聽你在放屁 一點水準都沒有 一點讀書都沒有 完全不懂股票亂講 你憑什麼這樣講 憑什麼說他每年都給你20塊 那這樣子誰不會做股票 我不是一直這樣講這個故事嗎 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不是這樣 股票不是這樣想 我沒有說陽明不能參加除息 可是我要奉獻這些固執不通的人 千萬要改掉這個壞習慣 不是說每一年都配你20塊 你就會長期投資 你就會解套 錯 絕對不是這樣 你看啊 這麼好的股票 他除息他今天都跌累 這麼好的股票他今天除息都跌累 這市場的因素啊 你了解我嗎 市場裡面是 如果在跌的時候 他是不跟你講情面講感情的 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下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我昨天在Telecon有講 我說如果 我現在是假設如果 假如的意思 你這支股票 這支後禮拜三要出席 對不對 這個比較快 禮拜一 下禮拜一 這支都沒講話 不知道當時 不知道 公司沒講 假設 你沒有在高檔賣 相對好的價位 我現在是假設 你賣了張 賣了是另外一個假設 如果你已經賣了 或者是你現在手上沒有 如果你已經在高檔有賣 那現在跌下來的 當然這個話就不成立 那如果說投資盤你沒有賣 你沒有賣 不管你賣在什麼樣的位置 你現在都沒有賣 昨天就已經講了嘛 昨天101今天又跌了嘛 那我昨天講就是 就是適用今天嘛 適用明天嘛 我昨天講說 我昨天不是在收盤的時候跟你 我昨天下午不是跟你講說 假設你都沒有賣啦 你可以參加儲息 但是之前我不這樣講 之前我沒有這樣講 之前還沒有大跌的時候 我沒有這樣講 你看我的節目 你就知道我的看法 沒有改變 為什麼現在可以儲息了 是不是揚明長榮很好 不是 絕對不是基本面很好 我沒有那麼沒水準 不是 不是這樣子 是因為這個要漲了 我是看這裡 這個要漲了 不是看長榮陽明 他們 我沒有 我沒有在講 他們基本面很好 因為他都要開始要 我剛剛不是解釋說 他為什麼要漲了 我用美國股市來跟你講 對不對 我說這個要漲了 隨時要大漲 這盤就是要假忘假 要假忘假 對不對 準備要大漲了 他一在洗盤 尤其是這個都在假 我一直跟你講說 這個會有假除息的問題 假除息 這個會有假除息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有假除息呢 誰叫你要配息配這麼高 誰叫你質地率要那麼高 你質地率越高的越危險了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不是在電視台上跟你講 你敢借錢買股票 一千萬 你出四百萬六百萬敢借的 當股票跌下來的時候 人家是借你錢的人是很害怕你的 比你還害怕股票跌 為什麼 因為人家借你錢 怕你把錢輸光了以後 他借你的錢到時候 他也賠出去了 你不在衰 所以他會定一個維持率 等到股票價格跌了三成 平均跌三成以後 證件商就會打電話給你 營業員就打電話給你 躲沒有用 你就給我補錢 你不補錢不行啊 為什麼 因為他怕他借你的錢會輸掉啊 憲憲憲憲憲憲憲就要輸掉了 他怎麼會這樣 那為什麼 但是還沒有除息啊 那為什麼會有個假除息 除息的前六天 你背起來就對了啦 譬如說陽明 6月27號除息 的前六天不是今天啊 禮拜六禮拜天不算啊 從上個禮拜開始 前六天從上禮拜開始 他就給你撿二十塊了啦 因為除息二十塊是 會到你的戶頭啊 借你錢的證件商 他又沒有拿到錢 他又沒有擔保 所以六天以前 6月27號以前的前六天 就是假除息開始 連續性六天都是假除息 股票越跌的話 追角率越高 那為什麼會一直跌呢 有很大的因素就是 借錢的沒有本事補錢 你借錢的沒有錢 要借錢做股票 負數叫不敢亂 要借錢 你借錢你就要有本事補錢 你沒有本事補錢你就像這樣 所以這個跌下來 其實你會認為說 是不是外資賣很多 頭信賣很多 不是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頭信還一直買陽明 不是這個問題 籌碼有問題 沒有錯 但是信用交易更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二十塊太多了 殖利率太高了 你看看一百塊 減了二十塊剩下八十塊 他馬上面臨融資的維持力不足 要追角的 又沒有錢 只好賣股票 那賣股票又不賣 叫他賣他又不賣 躲起來 營業人就幫他賣 營業人就一直幫你賣 這隻也一樣 他也是一樣 不是只有那隻而已 這隻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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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他還沒有到賈儲息 但是他一樣的命運 為什麼 因為這一樣的股票 一樣的 聯發科昨天也是一樣 面臨這個問題 只是聯發科 因為他價格比較高 散度比較少 你了解我意思嗎 聯電比較明顯 但是我跟你講 這些動作到今天 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 我用陽明來講就好了 陽明假除息 下禮拜一就除息了 那你該走了就走了 該被賣了就賣了 大概沒本事 繳錢了大概就離開了 所以我告訴你 你絕對有人救錢做股票就是這樣 你沒有借錢做股票 你雖然現股套勞 很痛苦 我知道 就是你忍不住 就是你忍不住 落就落到沒要怎樣 稍微忍耐一下 他總會開始反彈 等反彈的時候再來處理 但是你跟人家借錢的 你沒有本事 講這句話 你會糟糕 你借錢的你沒有本事 你補錢 人家把你賣掉了 你股票就賣掉了 你就漲一倍漲兩倍也沒有用了 你就算以後要漲一倍漲兩倍 也沒有你的事 因為你的股票已經沒了 了解你的意思嗎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談到 就是說技術面其實已經超賣了 這個磐式 因為它短時間來講 這麼恐慌 很多的因素造成這樣 一直大跌一直大跌 融資一直降下來 這個漲上去 它的幅度跟速度 就會變得非常的可怕 可怕的意思就是說 它催起的時候會很兇 會很快速 所以我再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 如果你有長榮陽明 我建議這個價位參加除息 那你像年發科這種股票 除息之後直接買 我今天也帶我會員直接買年發科 就是用打下來就買了 包含聯電也直接買了 聯電 不是昨天買 就今天也買聯電 就跌下來買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有下次見 請